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鎖定今天的前線百分百 我是鄧凱銘 說到今天臺北股市 最後居然是收低壓跌 又是在壓台積電 有人擔心現在連美股的部分 都在川普勝選之後 前幾天先漲 這兩天拉回 開始要小心了 巴菲特指標又在市井 又在敲井中 真的連美股都有風雨欲來的風險壓力嗎 而台積電今天選擇 用加發股力的方式宣布 有沒有辦法來就到自己的股價 但是現在在尾盤的壓跌 到底甜甜價出現了沒 再說到了 就是川普組織的新內閣 讓大家有擔心的問題 在這裡出現嗎 好多人選浮出台面都是抗中的鷹派鷹主 這樣的情況會讓現在的國際情勢 還有包括台股之間的廠商會有壓力嗎 那有沒有台美戰線聯盟是一起合作 有機會有普利多的呢 待會幫你抓出來 好今天特別請到的是李淑芳李總 淑芳姐好 凱明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請到奇山來了奇山好 凱明各位觀眾大家好 你們還要看到了期貨空單很高 要立刻請到期貨王子 玉衡來了玉衡好 台美好大家晚安 另外紫東來了紫東好 台美好觀眾朋友好 來看看今天講到說台北股市的表現震盪拉回 還是關注著美國股市的行情情緒的波動 現在看到公布了宣布了 真的之前抱川普大腿 抱最緊的大金主馬斯克 確定他要入閣了 給他的職位是什麼 傳出會入閣領導川普的內閣效率部 這效率部是什麼部 大家以前都沒聽過 現在要成立一個效率部 讓他來當部長 另外看看真的馬斯克的特斯拉股價 一路的狂飆走身 到了昨天稍有休息 但是股價已經沖上了350塊錢附近 但是今天外資的報告 持續的加油天火 喊特斯拉股價可以看到500美元 真的嗎 另外也講到川普的新內閣 現在扶上台面的 不管是很重要的國務卿 還有國安顧問 每一個都是抗中的鷹派 這樣的情況 也導致了最近不管是亞洲股市的震盪拉回 現在還擔心波及到包括亞洲周邊臨近國家 包括韓國等等個股 也是有出現壓力的修正 當然有人認為說是美股的警報 響起巴菲特的指標 巴菲特很早就把現金留在手上 他到底要做什麼 外資最近的空單高高掛 雖然這兩天稍微的回補 但是空單很高 到底空單是不是在講什麼新的鬼故事 下禮拜的結算之前 大家要提防當心嗎 另外看看今天這個消息 最新消息也傳出 貝佐斯亞馬遜的執行長也在賣股票 而且連日賣超 11月光11月這幾天 就大賣了30億美元的亞馬遜股票 特別看到台股今天震盪拉回 最後收低 原因在於台積電壓尾盤 台積電最後一單往下壓低 被空襲嗎 下跌了15塊錢 收在1035元 短短幾天之內高點拉回 掉了50塊 50多塊 當然有人認為是跟這個 美國晶片禁令有關 不只台積電 看看連韓國的三星也倒楣了 韓國三星今天更是跌到了 四年多來的新低點 因為他也被限制 也被限制銷售7nm以下的晶片給大陸 所以股價壓跌幅度蠻重的 但是看看台股今天的收跌 三天之內跌掉了近700點 回測修正跟台積電一樣 跌破了月線 但是外資 外資還在賣 今天外資賣了又是四百多億 雖然賣超比昨天少一點點 但是仍然是連續兩天四百多億 加起來短短幾天都快要一千億了 外資的部分這樣的賣 內資在護航 政府部隊在這裡幫助 台股撐盤嗎 台積電今天看起來沒有撐 尾盤壓低 要加發股力救月線到底救不救得住了 再說到了 現在看看支撐點在哪 待會要請教專家 現在出現浮現 田田價了沒有 都還不知道 尤其是最近外資空單高掛的情形 特別是說現在 有沒有所謂的台美陣線聯盟 那現在如果看到川普要即將登機 台股的部分相關的川概股 是不是可以受惠 這些個股的逆勢抗疊 在盤勢當中看到今天特別強勢 透露出所謂的台美陣線聯盟概念 不管是AI伺服器的概念股 還有最近很夯的備源電池股 光通訊 甚至集團股 今天也都立抗疊勢 反而呈現在盤勢當中比較強勢 那當然講到說這項消息 也是市場證實的消息 揮答證實要用BBU 備源電池模組 來當作它的基本配備 這題材上呢 帶動了今天個股上的行情演出 這一點倒也留意 不過我們看看最新的問題 是這個禮拜 還有幾件重要大事即將登場 包括明天 明天會有鴻海跟廣達的法說會要登場 還有明天會有政威旗下的優威超級運算中心的成立 這些題材是不是在明天有效的 讓台股這一天拉回出現轉期 值得注意 再說到的就是 今天市場關注這項消息 到底巴菲特指標在拉高的情況下 真的是連美股都要小心嗎 台積電加發股力要自救股票 到底救不救得住 今天立刻請鼠方上臺幫我們來解析這些問題 但是先解決這兩天一堆人在擔心的空單問題 你覺得空單真的那麼高 是真的對於下禮拜要結算透露著有新的鬼故事嗎 怎麼看 其實鬼故事已經發生了 不然的話 我們臺北股市總會跌得那麼多好幾百點 也就是說從整個上到五萬口以上 其實也是我這輩子以來第一次看到投那個外資 整個期貨的空單這麼的多 但是你可以發覺到他每一天用現貨市場上面壓四百多億 昨天跌了五百多點 今天再壓四百多億 請問臺北股市跌幾點 一百多點而已嘛 也就是說你越壓的過程之中 你的一個內資的力量上面就開始去做抬頭 當然看起來三星真的是真的是苦足 啞巴吃黃蓮 臺積電不會 臺積電有很多武器的 所以臺積電跌到這裡 到底你覺得夠了沒 應該是說臺積電裡面來講 如果算嚴重一點點 大概會影響五個Percent 那五個Percent 我們上次是不是講他是57 明年是57正負兩塊錢 那五個Percent算上去是不是兩塊 所以他就會變成55正負兩塊錢 那還是跟我們講的一樣 一千一百塊 以下超過一成 你就不用過度的擔心 但是你現在要擔心的是 目前的臺北股市集中市場上面的KD指標 已經交叉向下 OTC的指標差一點 他就會創新低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可能是在極短線 中線上面沒有太大的問題 極短線的投資朋友要關注的問題 好 這個禮拜經這樣子拉回修正 六七百點了 現在臺積電還從這禮拜拉回少了五十塊 所以接下來的下半週 你覺得至少有反彈機會嗎 還是說還是靠今天這些比較強的個股在撐 中小型或題材股 應該是說禮拜五要靠大型股 因為整個鴻海跟廣達 是禮拜四 就是明天的下午法說 那禮拜五它的漲跌不就影響了嗎 那我覺得台北股市現在是以撐 以手來做代變 也就是說你KD指標其實剛剛交叉向下 你現在硬撐上去會非常的危險 而且台北股市今天漲的 其實很多都是右下角 右下角就是補漲 補漲就是補漲 他還不是一個多頭氣勢 好特別看到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們看這些逆勢抗跌的上漲股 在台股這樣的壓跌當中 跌大型股 跌台積電 但是這些個股居然還可以漲停板一大堆 一整掛 利基 康書 新勝利 全漢加百育 看起來有很多個股是跟所謂的儲能有關 剛講到這些個股前幾頁當中的強勢股 發現到都有這麼一個新的題材概念 最近大家應該常常聽到什麼BBU 備用電卷煮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突然紅起來了 其實大家先了解到BBU 是從不斷電系統延伸出來的 那這個不是一個高科技 其實這個只是因為我們台灣不肯採用核能 所以黃仁勳董事長CEO 他跑到日本去 他接受訪問 那當然就會擔心AI 因為AI要很多很多的電 如果一斷電 那你知道我們現在都是AI伺服器 那如果說你的資料 如果一斷電 你沒有BBU的話 你的資料會流失 那什麼是BBU呢 第一個B就是Battery 電池的意思 第二個B叫Backup Backup就是後背 背源的意思 Unit就是一個組織 所以它叫做備用電源組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個假設你的型號上面不同 一個它是標準配備 譬如說我們說的你買NB 它會不會給你離電池 就標準都會給你嘛 對不對 那你有些的東西假設沒有的話 那你就另外再去買 所以有些型號你可以選配另外買BBU的部分 那這個BBU到底用在哪裡呢 第一個REID 大家要先知道這個REID什麼 它叫做磁碟陣列 它磁碟陣列它用在哪裡 它本來就是用在資料的儲存 虛擬的一個部分的架構上面 所以它是在控制器裡面的記憶體 把記憶體三個字記起來 為什麼要記憶體 因為你的資料的儲存儲存在哪裡 本來就是儲存在記憶體嘛 那提供來電源 為什麼要提供電源 因為你在運算的過程中 假設斷電了 那你的一個所謂的shut down 你就停了 停了之後 你本來再儲存資料 這個資料是不是就中斷不見了 不見了 那你在復電 你雖然復電了 在這個中斷的過程 這個資料會復原嗎 不會嘛 所以你在停電的時候 你這個BBU呢 它就會開始運作 提供電源 提供電源的話 那你在這一個停電的過程之中 你的資料就不會流失 因為AI伺服器最重要的 就是資料的儲存 好 那這個跟過去的 大家先聽清楚 因為今天有很多在漲 不斷電的系統 這是錯誤的 BBU它跟所謂的不斷電的系統 最大的差別 就是過去裡面不斷電的系統 用的是叫千酸鋰電池 現在的BBU呢 為了空間比較少 便宜一點點 用的叫鋰電池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在最近裡面很多在漲的 就是以前NB做鋰電池 但是這個跟那個 是沒有太大的所謂的關係 因為未來裡面來講 我剛剛就講 誰誰要做都可以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可以用很低價來搶單 那這個部分就發生斷電的時候 你的控制器的快取記憶體的數據 你可以保存七十二小時 你說你七二三天內還不復電 也不太可能吧對不對 那有些型號可以保持一個來個小時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 從所謂的不斷電的系統 變成BBU 就是從千酸鋰電池 變成鋰電池 所以最近很多NB的個股 突然串頭起來 我們也講搞不清楚說 怎麼搞得突然這樣的強勢 原來是黃仁勳也證實了 灰達就會使用備用電源組 當作他的這個電源供應當中 可能備用的相關設備 但看看這些強勢股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看看 在今天的熱門個股 當然第一個就是集團個股 開盤亮麗的不得了 開出第三季的財砲 創下近幾季的新高 有夠高 但上影線有夠長 那就二三二四人馬 因為他的股性還沒有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 他今天盤中江波走勢圖 你來看 這是不是有夠高 所以有些的公司的股性 就是這樣子 還沒有改變股性之前 就你看開高利多 第三季的財報利多開高 問題是他如果跌破了開盤價以後 你看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你在操作當沖 你只要知道他沖不上去 那今天是不是爆近期最大量 沒關係 如果你說今天是被衝壞了 因為今天盤不好 那你就麻煩一下 守住今日的低點 今天再往上帶 也就是說守住 今天低點再往上帶 那這檔股票就還沒死 好拉近一點看大一點 今天低點在三十七塊四 三十七塊四 這也是這幾天之內不能破的 意思是這樣 因為他如果破的話 那我們來看長一點 破的話你受得了嗎 又回到這種圖形 那就受不了 那如果他不破 因為量 他講這不破又帶出一根紅棒 量是架的先行指標 那表示他有他有挑戰四十塊的機會 對對對 那人保再漲 金保就漲上來 那太金保就漲上來 為什麼 因為金保掛在網通裡面 所以他的一個軌道線 金保就比較簡單 我們看二三一二的金保 他就是每次點到月線就沒事啊 所以他只要點到月線沒事 你就買一下 可是衝上去 你看他今天量夠不夠 不夠 所以你就知道今天量不夠 不會衝上去 接近之前高點就賣一下 他原因就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他的軌道線 就是在月經線的位置 好 這是金保 那我們來看 那我們來看新勝利的部分 就剛剛談到的 這個是儲能 新勝利就是儲能 那為什麼 因為他公佈第三季的財報 還不錯嘛 還可以 就衝上去 但是這個時間點 他的五日均的乖離 是不是比較大 那這個股票裡面來講 如果距離這邊又很遠 那你怎麼辦 就是第一個 五日均的乖離太大 我覺得你不要追高 拉回只要守住 今天的這個缺口 然後接近五日均線 你可以考慮承接 然後就設五日均線 破你就走人 這是最簡單的操作 因為他就是強勢個股 但是你看你要知道 剛剛來講話 因為大家都在講BBU 可是他是屬於儲能 他又跟BBU不太一樣 如果很冷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是熱的時候做 現在股票就是一波到底 做完做完就好 然後就是以五日均線 當作你的停力點 兩三天這樣的強勢 就是熱 現在剛好熱 那就轉上 現在台北股都在這個 右下角突然這樣子 一次做完 就是這個樣子 好是新勝利了 好另外也看到 包括寶城跟旺溪 特別還挑了一個中概股 對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最近鞋子其實很熱 只是大家沒有發現 如果傳產個股 就做鞋的特別熱 那你來看強勒 這是因為一一一購戶劑 大家都要買鞋 不是這是第一個 明年是那個世界盃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鞋的都很強 那第二個 因為寶城 他其實是金融個股 他有投資很多金融 你大家都忘記了 他金融的投資很高 他過去裡面 本來是一個很穩的公司 我們看長一點 為什麼股價後來崩下去 就是因為他投資很多金融公司 那時候碰到很多的什麼 COVID-19 他叫很多的保單問題 所以你看他這個時間點是創新高 做鞋的很多都有創新高 那你來看他的量 他的量其實沒有特別的大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個股 就跟我們在看航運個股 或是在看所謂的航空個股 其實量沒有特別大 但是就很穩 那只要他這一條就是說 季線不破是波段 那這條是月線 月線不破的話 那我覺得這一檔個股上面 你就續爆吧 反正本益比就很低 很低的話就跟金融個股裡面一樣 你就把它當成金融股 這樣去操作 溫溫的漲 四十幾塊創新高 但是目標在明年世界杯 應該是說他現在的獲利 以他的本益比十倍都不到 那當然你看順達為什麼漲 就因為十倍都不到意思是一樣的 第一本益比概念 這題材上可以看到熱門股 下一個部分裡面就是屬於漢堂 漢堂就不用講 因為第三季財報好 然後美台超級聯盟 不就跟著台積電去美國嗎 可是他今天真的是爆有點出量 出量你看有沒有 他今天有點出量 可是他不是爆巨量 可是他上檔上面 你看這個量跟這邊的量來比 他的上檔反壓比較重 所以這檔個股就不要追高 基本上只要不跌破今日的缺口 你就續爆 跌破的話 那可能又變成盤整 你就會很累 那做短的人就以缺口 當作你的一個出場參考價 我們再看下一個部分 那全新 全新你之前 很多人到今天漲都還沒解套 為什麼 你來看2455的全新 有沒有 那為什麼大家會現在想要買全新 就是因為CPO其實跟雷射上面來講 他是有關係 所以他可以到明年裡面 可以進入到CPO的部分 所以因為低檔 所以股價就在漲 問題就是他在於整個第四季 跟第三季的獲利不會太好 所以你買這個個股上面來講 要低階 而且越接近第四季 或是明年裡面來講 再去做留意 可能會比較好 可是突然看到今天 不管是全新 彭杰科PA族群在這一起拉起來 因為我剛剛就講說 他們可以跨路到CPO 因為他們跟聯軍做的比較像 跟聯亞做的比較像 所以這個是聯想 應該是說 紅捷科是被全新帶上來的 那這個部分 那我們來看8086的紅捷科 你可以看他也創新低過 所以他是被全新 如果你要選擇跟CPO比較有關係 是全新 可是我提醒大家 業績是會衰退 那這個部分你自己去留意 那系統電就是不斷電的系統 特斯拉的不斷電系統 除能系統跟誰 他 就是他嘛 特斯拉概念 對他是特斯拉概念 但是這一檔個股有夠難做 大家記住我說的 有夠難做 為什麼 你看一紅一黑 一紅一黑一紅 紅都比較長 對 問題是紅比較長 黑的時候 你來看 好我們把浮標移到昨天早上 昨天最高 跟今天的收盤有差很多嗎 沒有差很多 就是40塊 就是就是他很這樣 那你來看他這邊也是 很不乾脆漲漲漲就可以 你啪 又沒了 好漲漲漲又沒了 這檔個股的股性 要改變才會比較好 但是他今天是不是爆大量 今日的低點跌破 你就走人 因為這檔個股的股性 就比較差一點點 但是他是特斯拉的儲能概念 那我們再看下個部分 那下個就談到正威 剛剛有看到一個大事記 正威有AI的運算中心 可是要記住 正威過去在漲 都是在講什麼 除了AI運算中心 還在講他的綠能 他有投資很多綠能 可是現在綠能好不好 不好 所以你在這種個股上 你要他像這一波 我覺得會比較難 但是你可以求一個什麼 反彈 那量人上面來講是不夠的 可是他有一個底型嘛 是 對不對 所以這檔個股上面來講的話 就期待一個就是跌升的反彈 但是剛有看到AI運算中心了 對不對 如果正式開幕呢 都不動了 那如果又跌破這個缺口 那你就做短的就出場 缺口不能破 本週缺口不能破 你就可能又要變成什麼 又變成很牛皮的股票 那現在下一個來講話 我們就看到321的順答是 台股本週最標股 五天之中最標股 那為什麼我剛才有談到 第一個 他是不是底電池 是不是NB底電池 沒錯嘛 那所以在最近裡面什麼新譜 怎麼今天還漲到加百鈺了 那但是主要他為什麼會漲上來 大家敢追的原因是看到前三季 就16塊多 可是這是業外 明年來講的話 應該不會到10塊 可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檔個股 五十均線管理太大不追高 看是昨日的低點呢 不是今日喔 昨日的低點 如果守得住 波段的 你不用過度擔心的原因是 這一檔個股 反正他配股率很高 那不管怎麼樣 子律率就很高 所以如果有拉回 接近五十均線 或接近這個低點 那你再去做留意 但再漲上去 一百六以上 就不建議過度追高 好 特別留意 謝謝鼠方告訴大家 怎麼看待強勢熱門股 解析出來 抓出來今天的熱門標的焦點 尤其是這個禮拜 臺股這樣的拉回修正 有些個股居然跟臺股 完全顛倒 一直在走高了 這些個股到下半週怎麼做 剛剛鼠方一一教學 但是帶回來 更重要這一點 最近幾天 從美股的表現來看 在美國大選之後 其實不管是道琼 納斯達克都在走高 但唯獨肺半指數 先漲後跌 甚至快要跌回到 選前的原點 到底肺半怎麼了 但是當肺半跌倒的時候 有人吃飽 誰吃飽 誰吃香喝辣 台積電這波的修正拉回 人說當然跟事件上 有些影響關係 但是跌到這裡 月線下方 以往都是很好的布局點 現在甜甜價出現了嗎 待會兒請教專家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 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